马太福音,第六章你们要小心,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,故意叫他们看见,若是这样,就不能得你们天赋的赏赐了,所以,你施舍的时候,不可在你前面吹号,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,故意要得人的荣耀,我实在告诉你们,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, 你施舍的时候,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,要叫你施舍的事情在暗中,你附在暗中查看,必然报答你,有古卷,必在名处报答你,你们祷告的时候,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,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,故意叫人看见,我实在告诉你们,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,你祷告的时候,要进你的内屋,关上门,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,你父在暗中查看,必然报答你,你们祷告,不可像外邦人,用许多重父话,他们以为话多了闭蒙垂听,你们不可效法他们,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,你们所需用的,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,所以,你们祷告要这样说, 我们在天上的父,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,愿你的国降临,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,如同行在天上,我们日用的饮食,今日赐给我们,免我们的债,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, 不叫我们一件试探,就我们脱离凶恶,或做脱离恶者,因为国度,权柄,荣耀,全是你的,直到永远,阿门,有古卷没有因为至阿门等字,你们饶恕人的过犯,你们的天赋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,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,你们的天赋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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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